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50岁以下的朋友一人可以投放6000美元 50岁以上的可以投放7000美元 投放到401K和RA里的金额是可以抵减当年的税收的 所以可以降低当年的应税收入 投放到RACERA里的金额用的是税后的钱 虽然现在没有起到减税的作用 但是RACERA中的所有收益都不需要交税 所以对将来是有很大的税务好处的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投放传统RA还是RACERA 传统RA和RACERA的截止日期跟报税的截止日期一致 所以您可以在2023年的4月18号之前 把钱投入相应的账户就可以了 有关RACERA的账户特点收入限制的 我之前做过专门的介绍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框里 第二点是做RACE Conversion 如果您今年的收入不是很高 可以考虑做一部分的RACE Conversion 也就是把一部分税前的资产 从401K传统RA这样的账户 转换到RACERA里去 虽然今年要对所转换的数额交税 但是以后取出来时 所有的收入都不需要交税 对今后的税率可能变高的朋友 这是很好的方法 举个例子 如果你把10万美元的RA 转成RACERA 假设今年您的税率是24% 那么您要付2.4万美元的税 但换来的是以后永远都不需要交税了 假设6%的年增长率 40年后这10万块钱就会变成102万 而这102万都不需要交一分钱的税 您说您今天交的这24000的税值得吗 而且RACERA到72岁的时候 也没有RMD的要求 账户上的钱可以一直存下去 有人问我 这种转换有没有收入的限制 一年最多可以转换多少 其实这种转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也没有转换数额的限制 您可以转几万 也可以只转几千 当然在做转换时 一定要计算好转换的数额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尽量不要让报税的税率突破到下一档 这样就不会增加很多当年的税务负担 如果您之前跟我购买过年金计划 那么有些公司会提供年金计划内的Ross Conversion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请跟我当独联系 第三点 是卖掉亏损的投资 以抵消资本利得 年底税务策划的一个重要战术就是Loss Harvesting 也就是把亏钱的股票或者基金卖掉 来抵减当年的应税收益 如果您的亏损比盈利多 您可以用3000美元的亏损来抵扣盈利 如果您的亏损超过3000块 那么可以留到以后一年一年的抵扣 第四是检查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是否还有余钱 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提供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这个账户的好处是 放进去的钱既不要交收入税 也不要交涉安税 可是坏处就是当年就要全部用掉 不用完就白白浪费了 所以年初的时候就要规划好 一年下来大概要用到多少钱 那现在到年底了 那就要赶快去查看一下 是否还有钱没有用完 如果还有余额的话 记得把里面的钱都花光 否则过期就作废了 第五是巧用年度赠予豁免 2022年每个人可以给其他人 赠予1.6万美元 如果是夫妻联合赠予的话 就是3.2万 少于这个数额不需要申报 也不需要交赠予税 受证人也无需申报和纳税 所以我的客户中 很多家长会利用这个年度赠予额 出钱给子女购买 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 既能为子女提供一份保障 又能为他们积累出一大笔免税资产 第六是529计划 这是为小孩上大学而设立的教育基金 只能用于小孩上大学 投入529计划的钱 本身不能抵联邦税 当然有些周是可以抵周税的 但是其增值部分以后如果用于上大学 那就不需要交资本增值税 529计划也是利用年度赠予豁免 两夫妻一年最多可以投入3.2万美元 而且可以一次性投入5年的份额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529计划只能用于子女上大学 如果挪作他用除了补税之外 还会有10%的罚款 而且529账户会对小孩将来申请大学助学金 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很多家长并不是直接把钱投放到529计划中去 而是为子女购买特殊的人寿保险 因为人寿保险中的现金价值 是不会影响助学金的申请的 第七就是投放HSA账户 HSA账户全名是Health Saving Account 如果您今年所用的医疗保险属于高字符合计划 那么一个人可以存3650美元 两夫妻可以存7300美元到这个账户中去 如果是55岁以上的话 还可以追加1000美元 这是一种具有投钱不交税 收益不交税 用钱也不交税的商重免税神器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视频详细介绍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框里了 第八是限定福利计划 Defined Benefit Plan 这是为自雇者小业主或者是领1099表的人准备的 根据您的年龄和收入可以把纯收入的40%50%60%甚至更多放到这个计划中去 抵税额可以高达10几万甚至20万 投入迪比的钱报税时当做Pension Contribution可以全部抵税 迪比计划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设立好 但放钱可以等到第二年的4月15号 这种计划特别适合收入高税率高的小业主 如果您今年生意很好收入很高 但是还没有设置这种计划的话 请抓紧时间跟TPA联系 争取在年底前就把它设置好 第九是Solo 401k 这个计划比较适用于没有W2员工的小业主 它相当于是在401k计划上再加一个Profit Sharing计划 您可以把401k的2500美元加上公司净收入的25% 最多是6.1万美元投放到这个底税的账户中去 如果年满50税了 401k部分还可以多放6500元 注意投放的钱必须在12月31号之前放进去 第十是领取足够的RMD数额 RMD的全称是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是政府对从来没有交过税的退休账号上的资产 所要求的强制取钱比例 最早从72岁开始 以后逐年增加 每年有固定的比例要求 比如72岁的时候是3.65% 75岁的时候是4.07% 这个比例要求是对所有税前总资产来做计算的 比如您401k和RA账户上所有加起来的资产是100万 那么72岁时需要至少从这些账户上支取3.65% 也就是36500美元出来作为当年的收入交税 如果少取或者没有取 那么所缺的部分要罚款50% 注意了这个惩罚是非常凶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保证在年底前把足够的RMD数额支取出来 我是家庭理财顾问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我每周都会分享一期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话题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订阅了才不会错过 圣诞新年很快就要到了 在此我也祝朋友们全家圣诞快乐 新年吉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